那些在网上被广为流传的肯德基半成品供应商 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我这买了一点香辣鸡翅回来 这个算是那些种草博主视频里出行率最高的一个了吧 合下来1块钱一根 比那些店里整整便宜了亲一位 这价式很可观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对比着试一下 看看它跟店里买的那种味儿到底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它这个做法很简单 直接下锅炸就行了 因为这个都是一个粘制好的嘛 然后我看很多博主都说 空气炸锅做出来也一样好吃 所以咱们也空气炸锅做一下 然后呢我这刚订了个外卖也到了 我这里边订了两个 13块5两个 不算运费的话还真是7块多一个 然后这边 是我刚做的 这三个油炸的 这三个是空气炸锅 看看有区别吗 颜色稍微有点不匀 但是跟火候有关系 可能没人家专业吧 但是整体大差不差吧 咱现在尝尝这个店里这个 这是很经典的味道 大家都知道啊 我就不形容了 外边这个皮也酥酥的脆脆的 好吃 然后先吃一下这个油炸的吧 看看什么区别啊 这外皮也好酥啊 特别酥脆 我感觉吃的不一样 有差别 因为刚吃完那个第二粒那个啊 再吃这个吃不出辣味了 你确定这是在工厂吗 这个还真不是我特别挑剔啊 爱吃这个炸鸡的 一吃就能吃出来 有差别 没什么特别突出的特点 就好像路边摊上那些卖炸鸡的哈 就是你吃完 可能这个味也就忘了 我再尝一下这种吧 应该也差不多吧 我感觉它这个味啊 腌得不匀 这个就有辣味 但是这个吃的真是一点辣味都没有 而且这个的辣味吧 它是那种奥尔良烤鸡那种辣 就完全跟肯德基的那种香辣不一样啊 你看它这个肉腌的 一看就能看出来哈 有点发黄发红 就是奥尔良烤料那个颜色 这都是一道里边弄出来的 但是吃的味都不一样 这个价是真便宜 但是那我吃这么多之后啊 觉得这个肉好像也没有肯德基那种 那么弹那么嫩 反正就是不一样 而且就别说跟肯德基的比了啊 就我之前吃了这么多的炸鸡哈 这个就算是找不出亮点的那种了 嗯 绝对不是同款